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子迪福拿喷子杀了全家 之后他在法庭上辩解说自己被魔鬼控制了心智 艾德夫妇就是收邀来此调查凶手作案动机的 罗琳利用通灵能力还原了案发现场 他发现有一点很蹊跷 凶手在杀死全家时 没有一个家庭成员听见枪声都死在了梦里 但是在调查的过程中 罗琳再次见到了神似玛丽莲曼森形象的鬼修女 还遇见了丈夫艾德的死亡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夫妇是如何招惹的鬼修女呢 镜头转到70年代英国的恩菲尔德 单亲妈妈佩吉独自拉扯四个孩子 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日子过得是相当的困难 前夫三个月没付肥养费 如今他们付不起房租 甚至连饼干都买不起了 我们单说二女儿珍妮 回到家他就因为在学校抽烟 和糟心的妈妈吵了一架 他的心情很不好 希望用通灵板来问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 因为他和爸爸的关系最好 当然通灵板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可是从此之后 家里就经常出现诡异的事情 比如半夜里珍妮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梦游到了楼下 半夜里说的梦话 也是一副老头的强调 非常的瘆人 把姐姐吓得不敢关灯睡觉 弟弟比利半夜里喝水 看见院子里的秋千在摇晃 他的玩具汽车 会自己从帐篷里跑出来 走马灯玩具里 还会跳出一个扭曲人的恶魔 吓得弟弟也不敢睡觉 妈妈半夜起床 还看见珍妮梦游到楼下的沙发上睡觉 在本片中 温导还打破了鬼魂 只在夜里出没的定律 让下雨天都变得不安全了 珍妮看电视时 有个鬼魂跟他抢遥控器换台 其实鬼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 他大吼道 很显然 这是鬼要把人赶出房子的节奏啊 骚扰也在不断的升级 招魂伊丽艾德就说 鬼魂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骚扰 虐待和战友 珍妮梦游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即使睡觉前把自己拴好 还是会掉到床底下醒过来 房子里不仅有一场的脚步声 椅子也会凭空一动 还有鬼魂掀走他的被子 他和姐姐的床都在剧烈的摇晃 吓得姐妹二人尖叫不停 无法安睡 佩吉半夜被吵醒后 到屋子里查看 在床底下发现了通灵板 他认为是女儿们玩的迷信游戏 自己吓自己 可是柜子当场就凭空一动 闹鬼失锤 刷新了佩吉的三观 一家人吓得赶紧躲进邻居家里 寻求帮助 甚至还叫来了警察 警察来了之后 也亲眼目睹椅子凭空移动了好几米 现场表示爱莫能助 这等怪力乱神的事 警察觉得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还真管不了 我们再说回爱德夫妇 这一天爱德做梦 也梦见了鬼修女 还把她画出来挂到了屋里 男主的心真是大到无法想象 罗琳一看就有种不祥的预感 似乎丈夫死亡的预言 离她越来越近了 突然这一天 罗琳在午睡的时候 竟然再次看见了鬼修女 她非常疑惑 大声的质问魔鬼 你究竟是谁 你缠着我们究竟想干什么 鬼修女什么也没说 又给她呈现了爱德被木桩戳死的那一幕 她的目的就是想要爱德死掉 罗琳在问她名字的同时 身体不受控制 在圣经上画出了几个字母 这几个字母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镜头再转回佩吉一家 自从警察报告了闹鬼事件之后 电视台立刻抓住这波新闻 以帮助佩吉一家走出贫困为诱惑 希望进行独家报道 结果这个报道一经播出 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多数吃瓜群众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于是各类专家社会人士都想来了解真相 就在电视报道的现场 珍妮再次被鬼魂附身 说话的声音还是那副老头的强调 他甚至能说出鬼魂的姓名年龄和死因 假如仅仅是如此 显然不能满足吃瓜群众 因为会口技的人完全能够办到 究竟是不是口技 这盘录音被牧师送到了爱德夫妇的面前 教会的目的很简单 想派他们夫妻去看看 这究竟是不是一场骗局 假如是装神弄鬼的话 教会贸然前往会被当成笑柄 有损他们的声誉 罗琳其实并不想去 因为在招魂一里 他们在大学讲课时 说给一个叫莫里斯的人驱魔时 就已经见过鬼修女了 当时他遇见丈夫死亡之后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八天 对此闭口不谈 如今他认为鬼修女再度出现 是一个警告 去驱魔的话 预言就会应验 爱德会被木桩戳死 可是爱德却认为 上帝让你遇见这件事 必定有其原因 或许就是要让罗琳去阻止死亡的发生 罗琳拗不过丈夫 二人答应了教诲一起来到了佩吉的房子 其中珍妮和姐姐的房间 如今要用锁链锁起来 里面的东西一到晚上就到处乱跑 墙上挂满了街坊邻居捐送的十字架 也毫无作用 罗琳为了和珍妮套金服 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小的时候 他曾见到过一个天使 从此才变得与众不同 能看见鬼魂 罗琳还告诉珍妮该如何与鬼魂相处 这才取得了珍妮的信任和好感 爱德的调查也是先让鬼魂出来问话 他让珍妮含上一口水说话 以此证明不是口技 可是老头的鬼魂 只愿意在他们转过头之后回答问题 在镜头视角的部分 可以明显的看到人物的变化 但奇怪的是 第一天罗琳用通灵能力 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也没有通过阴阳眼发现任何东西 当天晚上 珍妮仍然把自己绑在床上 可是半夜醒来 他才发现自己居然睡到了房顶上 那个老头的鬼魂仍在沙发上摇晃 忽然 他居然瞬间移动到了那个锁住的房间里 所有的十字架都反转了过来 老头正在屋子里抓珍妮 佩吉看得一清二楚 立刻打开铁链 这才救了女儿 然而无神论专家却认为 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闹剧 珍妮嘴里含着水 用老头的腔调说话 是因为他扭头吐掉 又偷喝了一口 照片拍到他漂浮起来 是因为照片上 其实是他自己跳起来的 能瞬间移动到锁住的房间里 其实是他妈妈安排好的 专家还说 这个珍妮必定会口技 这家人自导自演的目的 就是有利可图 当然这都是猜测 没有实锤谁也说不好 于是他们就调来了 几套监控设备 第二天晚上 的确又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厨房里的东西 都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摔得粉碎 珍妮也不知为何 钻进了狭窄的配电箱里 可是呢 通过录像 终于被无神论专家实锤 录像里都是安妮自己在摔东西 这根本就是一场闹剧 好吧 既然是闹剧 一帮人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 只有他们的邻居和当事人知道 这根本不是闹剧 可是珍妮为什么要当着录像这么做呢 原来鬼魂威胁他 不让艾德夫妇离开这里的话 就杀了他全家 罗琳在回去的火车上 感觉这件事似乎并不简单 艾德无意间看到录音带之后 忽然想到 他们录到的老头声音 都是断断续续的 将两句话合在一起 才是一句完整的话 老头说的竟然是 一瞬间 罗琳再次进入到通灵乱态 他看到老头的鬼魂 实际上是被鬼修女操控 老头似乎想要帮助他 但只能隐晦的暗示了一段谜语 我在给遇 也在索取 在你刚出生时 我就已经存在了 我将跟随着你 直到死亡 也就是说 老头的鬼魂只是个幌子 鬼修女才是幕后的大boss 他挪意老头 削弱珍妮的意志 占有珍妮的灵魂 如此大非周章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鬼修女 你早就知道他们会来调查 从而针对他们吗 罗琳不祥的预感更加强烈了 而此时 珍妮的附身 已经达到了第三个阶段 非常危险 他们立刻调转车头 回到鬼屋去营救珍妮 艾德试图从窗户里进去 却被鬼魂阻拦 于是他从地下室里爬了上去 可是地下室的门忽然关住 把罗琳挡在了门外 艾德只好独自上楼去救珍妮 可是刚上去 就被暖气管道烫伤双眼 什么也看不清了 此时闪电击毁了门前的大树 将其削成了一个尖利的树桩 见到这个树桩才真相大白 原来鬼修女是要杀死艾德 得到罗琳的灵魂 才铺了这个局 那么如何破局 阻止艾德死亡呢 罗琳立刻回向起老藤 给他们的谜语 在你刚出生时 我就已经存在 我将跟随着你直到死亡 这句话其实说的是恶魔的名字 只要知道了他的名字 那么就能以上帝的名义驱逐他 西方驱魔的设定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在给遇 也在索取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句话 就是暗示鬼修女的身份 当时他在梦里 问过恶魔的名字 恶魔也回答过了 但不是以说话的方式 而是控制他的身体 写了出来 没错就是瓦拉克 这个恶魔是个心机表 瓦拉克的出处 是所罗门的小药区 他是地狱咆哮者 神灵的亵渎者 恐惧之王的仆人 他擅长发觉人内心的恐惧 对人有问必答 作为代价 提问人会被索取灵魂 永世成为魔鬼的仆人 所以在当时 瓦拉克想要索取女主的灵魂 就不得不回答女主的问题 但他并没有说 我叫啥啥啥 这样拍的话 就一点也不审幸了 而是让女主写了下来 这就体现出 编剧的厉害之处 刚好前后呼应 女主找到了 驱逐瓦拉克的办法 立刻拿着圣经 上楼去救老公 此时的艾德 看到珍妮站在窗口 魔鬼控制着他 准备跳下去 被魔装插死 艾德看见之后 立刻跑过去 一手抓住窗帘 一手勉强救下了珍妮 但是窗帘在拉扯之下 正一点点的崩断 眼看艾德就要掉下去 被木桩插死了 关键时刻 罗琳也到了屋子里 他正要去拉老公一把 但是却被鬼修女控制 要他眼看着爱人被杀 罗琳非常镇定的 喊出了恶魔的名字 这名字一念 瓦拉克彻底消失 驱魔成功 遗憾的是 驱魔的手段不够炫酷 让人意犹为尽 不过两家人有惊无险 温暖的大团圆结局 延续了招魂一的主题 真爱永远能够战胜邪恶 最后 艾德把那个扭曲人的玩具 也收进了自己的博物馆里面 放在了那个巴音盒的旁边 本篇也遗留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叫 瓦拉克的恶魔 为什么要以修女的姿态 纠缠艾德夫妇 仅仅是因为一次驱魔 就招惹了他吗 这在网上有很多猜测 就不过多赘述 或许在招魂宇宙后面的作品中 有更加圆满的解释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观众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